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晨为夺得第一 请将我同族兄弟击伤 这等无情无义之辈 也有资格 进入血无圣殿 臣 恳请陛下 撤回秦晨的名额 秦晨 我听说 最近秦峰回来了 你可要小心点 你在 担心我 我猜没有 只是你这醒脉药液 效果确实好 对我帮助很大 我不想看到你被教训得太惨而已 是吗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难道他还真要杀我无常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他可是秦分的哥哥 秦峰此人形势蛮横 你要是遇到他 还是躲得远远的比较好 师父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他想来的话 他就让他来好了 参见陛下 秦峰 不错呀 这些年来在外 为大玄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前不久击败了昭国的上万铁骑 杀的昭兵士撤退了三百余礼 养了我大玄的国位 朕呢 有功必赏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陛下 臣为大玄国抛头颅 洒热血 乃是一个臣子应做之事 何须奖励 好 好 不过话虽如此 你在边境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若朕不奖励你的话 则难以服众啊 这些年昭国虎视眈眈 频频向我悬国出兵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朕听闻你在边境啊 苦学武艺勇冠三军 所以才把你召回来 参加日后的血物圣地洗礼 这五国大笔 秦方可有信心 回避一下 臣有信心在五国大笔之中 为大全国夺得第一 好 这样 如果你真的能得到第一的话 等你回来朕就赐封你为冠军侯 孟大人 这冠军侯可是我朝青年将领中顶级的军功了 一旦获此殊荣 便可带刀入殿 他是莫大的荣耀啊 位高权重呢 这秦封个二十岁 一旦封侯便是我大选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侯 也是第一位二十岁便封侯的大将军哪 多谢陛下 臣定当丹经节律 在五国大笔之中夺得第一 为大全国争光 好 朕就等候你的佳音 陛下 臣 有一事请奏 有什么事 直说吧 臣听闻秦臣 在天兴学院大考中夺得第一 获得进入血无圣地的机会 臣以为 此事不妥 秦尘为夺得第一 请将我同族兄弟击伤 这等无情无义之辈 也有资格 进入血无圣地 臣 恳请陛下 撤回秦尘的名额 秦封啊 这是朕亲口许诺的 所谓亲口预言 既然朕已经说出去的话 怎么能收回来呢 就如同朕刚才说 赐封你为冠军侯一般 这件事情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